买的啥 买了一盘花 你不是说夏天最好不要买花吗 看看就知道了 哇好漂亮啊 是吧我买的这个叫圆椎绣球 它会开的花和普通绣球一样漂亮 但是它比普通的绣球更耐帅更耐郁 在夏天的状态非常的好 所以在夏天可以露手 但是露手呢一定要学我这样买这种带棚的 那么买回来就不用去换它 不用去换它的梗 那么它恢复起来就会特别的快 哦不要啊 来我们把它释放出来吧 好 包装的还不错吧 那这个叶子的叶子 没有瘦瘦 不小心劲了一点点 看了吗 这个土都还不错是不是 也不会太干 所以这个叶酥的过程中 对它的影响很小 但是叶酥它难免会变乎 可能这个根会松动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给它浇透水 用一下根 浇透水之后也不要急着把它搬得去 晒太阳 最好放在这个有明亮散射光的地方 缓个几天再正常养肥 这个圆椎绣球还是很值得入手的哦 它不仅漂亮 而且它的花期会比普通的绣球更长 耐热又耐寒 在北方的话可以在室外过冬 我是立香 我是立秋 我是立秋 关注我们 带你买到靠谱的花